大多数人工作效率低下 是因为他们没有为自己的一天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 由于大脑不喜欢模棱两可的事情 这种缺乏清晰度的事情很快就会导致拖延 当你不清楚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 你的大脑会利用这个模棱两可的时刻来劝说不要做艰苦的工作 而是做一些更容易的事情 例如刷短视频 这就是为什么安排你的一天是如此重要的 许多人认为他们缺乏动力 其实他们真正缺乏的是对事件的清晰度 计划一天的力量 通过预先确定您将要做什么 您无需立即做出决策 因为您已经提前制定了精确的计划 心理学家称之为执行意图 英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 创建这样的实施意图 可以将一项活动的成功率从34%提高到91% 换句话说 通过安排你的一天 你不可能会拖延 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历程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给任务附加上时间 当您安排任务或活动时 它就会变得真实 不再是这种模糊的 我今天想在某个地方锻炼 阅读 冥想 写作 这通常不会完成 因为它太模棱两可了 只有当您为一项任务或活动 附加上时间时 它才会成为与您真正的约会 在此之前 这只是一个愿望 你可以很容易地说服自己 当您安排锻炼时 您更有可能离开沙发去跑步 当您安排阅读时间时 您很有可能会停止刷短视频 并转看书 而且 当您安排重要任务时 您更有可能完成它 而不是在电子邮件 或社交媒体上浪费时间 通过安排活动 您与自己进行了约会 并且 您应该像与其他人约会一样 尊重这次约会 如何安排一天 以获得最佳生产力 我安排一天的规则 是我将最重要的任务 会安排在我最有精力的时间内 而在我精力不集中的时间 安排我不太重要的任务 根据研究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早上是经历最充沛的时候 在你经历最充沛的时候 你的意志力更强 你的大脑有更多的能量 可以更深入地专注 更清晰地思考 更轻松地解决难题 根据南加州大学 分子和计算生物学教授 史蒂夫凯的说法 在认知工作方面 大多数成年人 在早上晚些时候 表现最好 当我也有这种经历时 我会在早上安排一至三个最重要的任务 这样 我的工作效率要高得多 根据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 Robert Matchuk领导的最新研究 大多数人从中午到下午四点都比较容易分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将不太重要的任务 例如电子邮件 回复评论 电话或会议 安排在我 已经完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之后 这里有一个提示 我喜欢批量生产不太重要的任务 将它们集中在一起 这样我就可以节省时间 并保持重点完成它们 而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或让这些任务 妨碍我真正重要的任务 此外 我喜欢使用不同的颜色 来安排不同类型的任务 例如 我的个人约会是蓝色的 我的锻炼是红色的 与工作相关的任务是黄色的 这样 我很快就能看到 接下来会怎样处理事情 改变只来自于采取行动 而不仅仅是知道 因此 我强烈建议 您在下一个工作日 遵循这三个步骤 第一步 将最重要的任务 安排在你经历最充沛的时候 第二步 在你经历不足的时候 安排你不太重要的任务 第三步 使用不同颜色 安排个人约会 午餐 约会等 和习惯 锻炼 阅读等 感谢观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见 记得关注哦 更好的视频还在路上呢 我们下个视频见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